因六四事件入狱最高官员鲍童去世 推动中国政治改革先锋人物 11月9日中国80年代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的得力助手鲍童逝世享年90岁 鲍童是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先锋人物 也是因八九六四事件被捕入狱的最高级别官员 鲍童一直用中国公民来定义自己 并坚持对中国时政发表看法 到了晚年仍时常接受媒体的访问 希望借此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之路 鲍童之女鲍简在推特上表示说 自己的父亲对这块土地仍然充满希望 在几天前90岁生日之时 父亲还说 人是天地之间一个非常渺小的历史存在 我的九十不九十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争取的未来 要争取的今天 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够做 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 并把它做好 鲍童出生于1932年 祖籍浙江海宁 在上海成长就学 1949年正值国共内战的动乱之际 就读上海南洋中学的鲍童 担任学校的学生会主席 和许多当时追求社会进步的青年学生一样 在号召改革的思潮之下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4年被调入中共中央组织部 后来升任研究室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之中 他受到牵连被下放到五期干校劳动 之后转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政策研究室等职位 1978年邓小平提出著名的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政治经济的风气有所不同 鲍童也就在这样看似焕然一新的背景之下 于1980年被任命为当时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政治秘书 辅佐赵紫阳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高层设计 鲍童后来担任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等职务 当时的中国正是三驾马车的时代 三驾马车指的是掌握军权枪杆子的邓小平 政治上要拨乱反正的胡耀邦 以及推动经济改革的赵紫阳 尽管这个时期被外界认为是中国展露自由曙光 最接近自由改革的时刻 但中共权力内斗与派系矛盾 仍使得中国政治走回旧时代的老路 也种下了后来在面对天安门民主运动时的悲剧种子 因为1989年胡耀邦之死 掀起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一系列抗争和示威集结 作为中共自由改革派的代表 赵紫阳与鲍童对学生的诉求和示威表达同情 然而当时广场上的学生可能也无法看见事件背后最深的一层 那就是中共正处于邓小平与改革派赵紫阳 反革命派陈云的激烈派系斗争 同情学运的赵紫阳和抱同二人 被邓小平视为政治道路上必须清除掉的阻碍 1989年5月19日早晨 赵紫阳亲赴天安门广场向学生温情喊话 呼吁让众人结束绝食回家 他说你们要冷静想一想今后的事 有很多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 希望你们早些结束绝食 谢谢同学们 但是赵紫阳的劝说无果 这也是赵紫阳最后一次在世人面前公开露面 不久之后赵紫阳就被软禁 有人说这是邓小平亲手封杀了改革派的势力 赵紫阳消失在权力的舞台之后 作为贴身秘书的抱同也无法独善其身 1989年5月28日抱同在北京被逮捕 在没有罪名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 就被顺入了专门关押政治犯的秦城监狱 当时抱同的罪犯编号就是8901 有人说抱同应该是1989年的第一个秦城政治犯 由于当时抱同身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总理秘书要职 他成为了当年最高级别的政治犯 1992年在服刑三年之后 中共领导层撤销了抱同的中共中央委员职务 并开出党籍 1992年7月因泄露国家机密罪 还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两项罪名 抱同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1996年刑满释放之后 抱同常驻北京 他的住所也一直被严密监控 个人活动受到严格限制 尽管一再遭受到当局的警告 他从没有放弃记录历史 并对时政发表自己的看法 他希望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 认为民主是克制腐败和稳定政局的根本保障 2009年在抱同的推动下 赵紫阳的秘密录音被整理成国家的囚徒一书 书中汇集了中共高层的口述内容和采访资料 是记录六四历史的重要材料 抱同在书的序言里写道 这些内容关系到一段正在继续影响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历史 这段历史的主题是改革 在大陆在目前这段历史是被封锁和歪曲的对象 赵紫阳的遗言属于全体中国人 抱同还曾在BBC中文网发表文章回顾80年代的改革思潮 并表示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 无论是撤销人民公社还是允许私人经济 毛泽东活着没有人敢尝试 敢尸的人不管大人物还是老百姓 一个个都被他镇压了 是毛泽东之死使改革出现了一线生机 不过这位大力推动中国改革的先锋人物 并没有看到中国走上改革的道路 2019年87岁的抱同在接受BBC中文专访的时候表示 自己曾大力推动的中国改革与前进方向已不复存在 并称自己一生一事无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